伪伐回来之后 咱们是第一次见面了 恕我直言 现在的你 可不像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卖球师 怎么见我呢 我记得你是一个坚定的 共产主义信徒 你怎么会带着我妹妹 把所有的工作都辞掉了呢 此一时彼一时 一场战争能改变很多东西 好 况且越富越魔 也希望我跟春晓潘安稳稳地过日子 如果是真的 那我这个哥哥就放心了 对了 你跟孟苏有联系吗 他一直都不愿意原谅我 回广州以后没再联系 是吗 不说了 喝总吧 不是 妈妈叫我们过去见酒 实陪她 吃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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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一共炒了几只吗 这不是一只吗 不是 三只 你吃了两只 我没吃 我炒第一只的时候盐放多了 尝了一下差点没给我咸死 我又不知道怎么办 加水吧我怕又不香 所以我就倒掉了 第二只好不易炒得还不错 结果一端的时候把锅打翻了 我还把我手给烫着了 所以也扔了 扔了 扔了 水晓 你不能这样 外面那么多穷人 你这样太浪费了 不是 我手都烫伤了 还坚持给你炒了第三只蟹 你 你怎么还抱怨我呢 好 我帮你找点红花油 不用不用 我不用红花油 手烫伤了吗 红花油最好弄了 你给我吹一吹 比什么药都管用 春晓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最近发生了几件事情 你都不知道 现在国民党 广州党部的组织部部长 徐天生 把凡是他们认为激进的党员 和热情的职业 都视为共产党 从党部排除出去 公贼增息胜 带领着军警 捣毁了几个区党部 还除了我们共产党人 一样千多人 还有很多同志 被打成了重伤 他们说 真的有可能 要发生一些事情 你怎么现在 还能问出这样的话呢 这不是有没有可能的问题 现在形势一天天在恶化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等待着 那个突变的到来 那 那我们怎么办呀 现在区委的中心工作 就是寻求应对这种局面的对策 包括我们在位 现在已经筹建了一些秘密机关 区委从黄埔军校 调了六十多名学生 派往各地 帮助筹建训练功能武装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是 我和你 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组织上安排我们生会在一起 这是上级的命令呢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呢 春晓 我今天开了一天的会了 实在是太累了 也没什么胃口 明天早日还要去开会 你自己吃吧 我先睡了 秋实 你猜那个资本家 说加多少工资 他说只能增加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是多少啊 才两分 两分哪 这些资本家也太可恶了 越有钱的人越吝啬 你知道我是怎么说的吗 我跟你说说我是怎么说的啊 精彩的地方就在这儿 我说呀 你们这些资本家呀 给工人增加百分之五的工资 还不如为对你们养的养狗呢 你们的良心让狗给吃了 回去我就跟公众们说罢工 对付这些五尺子的资本家 最好的办法就是罢工 结果呼呼喇喇的 广州的佛山的 所有的土木建筑工人 全都罢工了 资本家和军警 竟然勾结起来进行枕压 开除了一批工人 头一个就是我呀 听说军警还要来抓我 在工友们的掩护下 连夜我就跑出来了 跑出来怎么办呢 其实以我的能耐 我根本不发愁啊 我在外头跑马头卖艺 我挣得比工厂里还多 过得滋润得很呢 可是工友们不干了 结果又是糊糊辣辣 五千多人 把资本家的宅子 给围了五天五夜 你上次说的是三千多人 围了两天两夜 认读差不多吧 总之啊 工人兄弟们不干了 说我要是不回家 谁都不去复工 最后 资本家终于 知道我们工人姐姐的厉害 当然也知道我们的厉害 答应不开除工人 当然也就不开除我了 还答应把工人的工资 从四角涨到八角 四角涨到八角 是涨了百分之多少啊 你上次说的是 从四角涨到六角 涨了百分之五十 对 是涨了百分之五十 从四角涨到六角 这些好像我都跟你说过 那好 我再给你讲点别的 讲来讲去就是这些 我都听腻了 好了 这份文件里啊 我不认识的字 我都给你总结出来了 也教了你好几天了 都记住了吗 都记住了 好 那我考考你啊 这个字念什么 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呗 我给你的时间够多的了 主要是这些个字啊 他也跟我闹罢工呢 真是我天不怕地不怕 我就怕你教我学文化 教你学文化 那就拿出你闹革命的那股劲头来 我就不信 你征服不了这些字 其实主要吧 我是看到这些字没有感觉 要是他们一个个 都长得像你这么好看 别说记住了 我恨不得把他们嚼碎了 全吞到肚子里去 对不起 我不是那个意思 孟苏 孟苏 你别这样 我就是那么随便地说说 我真的没有别的什么意思 我保证 我今后说话一定注意 我这就追着那些赞 我今天晚上要是不记住 我就不睡觉 究竟谁是领导 好 进来 袁处长 新来的副处长到了 袁处长 这位是 不用介绍了 我们是老同学老战友了 是啊 是啊 你先出去吧 是 莫菲 袁处长 上次你跑得够快的 没想到吧 山不转 水转 今天你又转回到我这儿 袁处长 我上次真的不是不想救援你 主要是不想让麦秋实那个 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共产分子耍弄 怕他胡来 把咱们剩余的精锐力量给脏锁掉 麦秋实在军事上 确实是个门外汉 可就是这个门外汉 豁出命了 把我从死人堆里抢了出来 而我广埔的同窗好友 在我最危难的时候 却堂而皇之地保存实力去了 袁处长 你别误会我真的是 算了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世事难料 麦秋实那会儿共党 现在成了党国的敌人 而你又回来和我一起共事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仅遵蒋校长的教会 京城团结吧 卑职一定竭尽全力不走出走 为党国尽重 最近那六十多名的 黄埔军校的学生已经出发了 是 光派到东江地区的就有十七名 现在地下工人武装也在组建 却也正在从各工会的党支部中 挑选忠诚可靠的党员 组成吃卫队食人小组 今天的菜看着很有食欲啊 看来你最近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嘛 你怎么知道 你平常一回来都紧皱着眉头 今天竟然能觉得饭菜香了 对不起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我知道 最近大家的压力都很大 是 我老是觉得心头压上一块乌云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风云突变了 那 就让一缕清风把阴霾吹散 让一束阳光把乌云刺穿 哪怕只有片刻的时光 什么什么意思 你等会儿就知道 因为你过来 我有一些计划 都哪怕 就让一个人知道 你有一些什么东西 很想念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难道你打算这一辈子都躲着我吗 我知道安排我们生活在一起是为了工作 工作中难道不能有爱吗 过去溃牙女尸 那个让多少女生痴迷的浪漫才子哪儿去了 外面现在血雨腥风 我们随时都准备着牺牲 哪儿还有心情风华雪月 谈什么浪漫 坤晓 我不认为只有风华雪月才是浪漫 和自己爱的人 一起革命一起奋斗 甚至一起流血牺牲 这也是一种浪漫 我承认我是一个浪漫的女人 这种浪漫是骨子里的 不分时间 不分地点 甚至也不管环境是否恶劣 如果不是因为这么浪漫 我也许不会走上革命道路 如果不是这么爱你 我也不会在革命的漩涡里面 越陷越深 我还想 你刚才说的这句话 让我很吃惊 我没有想到你是因为这些 才参加了革命 我们对革命的理解不一样 所以有不同的人生态度 我不认为革命是一件浪漫的事情 甚至它是孤独的 残酷的 直至牺牲 只要有你 这些我都无法 春晓 你是个好女孩 你很优秀 我很欣赏你 但 但我们是朋友关系 是革命的同志关系 感情这个东西是讲缘分的 缘分说不清楚 你知道 我爱的人是孟苏 我永远不可能背叛这段感情 对不起 感情愉快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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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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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着 我糊了 你怎么又糊了 我要是打七万就好了 别说那么多了 快点拿钱来 好了好了不玩了 今年光输钱 就是忘了你昨天赢钱的时候了 拉着我 不让我走 要是离钱的就来劲 收钱的就放美劲 好了好了不玩了不玩了 不玩了不玩了 走了啊 你放手 我来 不用 这是我的工作 行 你就放手吧 让我来 你刚开完会你累你歇着吧 不就是开会嘛 有什么好嘞 就是动动嘴皮子 唯一难受的呀 就是做的时间太长 把人的屁股都做疼 我这个人啊 就是坐不住 活动活动还舒服些 特别是有你在这儿 我从骨头里往外 我都透露了一股絮 不觉得什么脚力 你放点儿让我来 莫松你就歇着吧 这活全剪我了 不用 我是你的领导 你的工作由我来布置 我让你歇着 你就歇着呗 上级领导 也不能干扰别人工作呀 你这个人 怎么老是不听领导同理 我是不是碰着你伤口了 没事 都这么长时间了 还没好啊 打给我看一下 不行帮你处理 我喜欢你 你干什么呀欧大明 你放开我 我真的喜欢你梦苏 欧大明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 杨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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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你听我说 杨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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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实 秋实 张女士 您来了 您要的书已经到了 到里边看看吧 里边请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不知道纪律吗 除了组织上安排的交通员 或者领导有特殊紧急的情况以外 秘密机关的工作人员 不能到其他的联络店去 你这样太危险了 你不禁违反了地下斗争的纪律 而且很容易被敌人发现 你这样会给你 给同志们带来危险 给组织上造成破坏 就是 你别说了 马上离开这儿 王苏 我现在不能心软 你一定要严格遵守组织的纪律 绝对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这是为了你 为了大家 更是为了组织这安全 这位女士 你的书 你的书 我心疼的不疑吧 我心疼的不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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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对不起 是我太着急了 的确是因为 事关地下工作的原则 我怕你不严格遵守 会出事的 你不用说了 我知道 找我有事吗 没有 不大面对你好吗 我还好 以后你要还想找我 让焦头面联系 咱们可以约个地方见面 淑贝 你要好好地 保重自己 看怎么办 璐根 他开始了 三少年 挺喜欢的 虽然会尽壞满 啊 所有人 celebrate 你自己想不あ恩 那一带既是小巷 拐来拐去的 人员也有多有杂 他们在反跟踪 对 他们很警惕 显然是在有意地 摆脱我们的跟踪 您说他们要不是心里有鬼 他们那么小心干什么 有点意思 还有更有意思的 今天上午一个女的 去了信心书店 这是他们三个人 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拍到的 奇怪 是啊 一看就是这个女的 跟麦秋实有一腿 肯定是麦秋实 背着老婆在外边乱搞 被发现了 两个女人 就为了她闹起来了 你想简单啊 他们是有情人 为什么没有成眷属呢 买秋实啊 买秋实 你还是不老实 图组 您知道他们几个人 老朋友了 进出书店的人 你查过了吗 查过 其中一些是公开身份的 共产党 我们本来就知道 有些一看就是经常抛头露面 在共产党组织的集会 游行上出过风头的 目前来看 他们还都是去买书的 并没有发现他们搞什么活动 照片上这个女人 你跟踪了吗 跟踪了 我们的人很轻松地 就跟踪到她家门口了 家 有什么发现 一个男的出来接她 看样子 应该是她的丈夫 丈夫 有照片吗 有 我感觉这个男的有点面熟 总感觉在那儿见过 还要调了 有事 哪有事 啊 真是有意思 实在是有意思 部队长 你继续盯着这两个地方 要秘密行事 不要声张 不能说 更不能让人抓住把柄 明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报纸上灯着结婚起室 我说这个男的 看上去有点面熟呢 他叫欧达明 在中共广东剧委 是个光运的 经常带头闹把工 还到处发表演讲 那个女的叫沈明苏 是美秋时的学生 他们什么时候结的婚 刚结过去 这个欧达明现在在干什么 他们两个结婚后 这个欧达明 倒是不怎么参与工会的事 在长迪开了一家 叫月台商行 那儿每天都是人来人往的 我们正在监视 月台商行 给我盯紧吧 是 秦宾出座 那座小楼 就是欧达明和沈明苏的住宿 白天的时候 欧达明自己出去 有时候沈明苏 跟她一起出去 都是去长迪的那家商行 有时候家里来了朋友 他们就在家里 打打麻将 吃吃喝喝的 看上去倒是很像 普通夫妻的事 这两对人的婚姻 从表面上看很正常 很普通 但是我觉得很不正常 因为我很了解这几个人 我甚至比他们中的某些人 更加了解他们自己 当我听到麦秋实 和欧阳春晓结婚时 我就觉得不对劲 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 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 欧达明和沈梦苏结婚的启示时 我就断定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因为我太了解沈梦苏了 她是不可能嫁给欧达明 这么一个人的 你们可能觉得 我的推断有点奇怪 但是我坚信我的判断 因为我的判断 是建立在对于人的了解之上的 沈梦苏是一个单纯 没有心机的女孩 她就是死也不会放弃 自己的爱情的 她更不会强迫自己 跟一个自己不爱的人 真正地生活在一起 苏总 您是想说明什么呢 说明什么 我们得到情报 中共广东区委 正在组建一批秘密机关 我的第一个判断 眼前这两队所谓的夫妻 应该跟这一批秘密机关有关的 我的第二个判断 共产党针对我们 可能在部署什么大的动作 在国共合作时期 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他们的身份大多都是公开的 他们的身份大多都是公开的 而现在的麦秋实 是新兴书店的老板 欧达民变成了 乐态商行的老板 我认为共产党 正在逐渐将工作转为地下 很可能以后的活动 会更加隐秘 至于共产党为什么这么做 他们还有什么大的动作 我就不知道 还需要二位去努力地发现 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 按照这个线索挖下去 一定有重大的发现 原来定好的 我只负责这个秘密机关的工作 可你呢 就是不理我 这好歹也是有家有女人的日子呀 可好日子刚过没几天 这又突然派我去西江组织武装企业 这干革命真是太不容易了 现在局势很危险 老谢不也说了吗 需要开展的工作很多 人手很紧张 我总觉得曲伪啊 有点小题大做 神经过敏吧 国共之间 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 从来都没有断过呀 没有什么可稀罕的 也不至于像他们 想得那么严重的 好像马上要发生什么大事一样 既然工作已经安排下来了 你就赶紧出发吧 别说这么多了 我怎么感觉 你像是我的领导呢 我知道啊 你巴不得让我赶紧走 我走了 你在这儿你才觉得自在 出发吧 你也不送送了 这戏里头相公出门娘子 还得十八相送呢 不送就不送 我真走了 万一 再也见不着面了呢 万一我参加暴动的时候 一根座标包给炸死了 你瞎说什么呢 我想知道 你心里还是弹我的 来 告个别吧 我还是送送你吧 我去 你这哪像是送别的呀 我感觉到像是压缩 我的姑奶 人家小溪路送的男人 出门都是情人 你 哪有你这样的 出门也中得笑一点 怎么没人看人呢 你老公是把麻酒 好 结婚这么大的事 也不打个招呼 对不起啊 这几天我们忙晕了 忘了通知你 你就是元昌老弟吧 经常听莫苏提到你 是这样 我们的婚礼办得很简单 很多朋友都没有招呼到 对付住了 等忙过了这阵子 一定专门请老弟 上家里来做客 原来你就是 莫苏的相声 正是 欧达明 请老弟 有时间一定登门拜访 不管怎么样 我要补你一份贺礼 欢迎欢迎 来 欧先生拿着箱子 是要出远门吗 要不要我的车送你 不用 伯伯 我就是回老家看看 到前面江边我就上车 谢谢 好 那就不打扰吧 好 那就不打扰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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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不定我必须要的 你怎么办 快点 快点 快给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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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厂怎么会来这儿 我也不知道 糟了 说不定我们这个秘密机关 已经暴露了 会不会 他只是刚巧路过着 他知道我们结婚了 也许是他从报纸上看到的 或者是听别人说的吧 不对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你发现没有 最近咱们的房子附近 来了不少白摊的 而且这些人 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尤其是那个摩盗的 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恶 你这么一说 那个人还真是有点奇怪 这个情况 要马上向组织上报告 西江 今天我也不能去了 那西江那边的事 反正组织上决定的时间 也是在五月 我就是晚走几天也来得及 再说 要是联络店真的暴露的话 这边还有许多工作 也需要我做 我还是留几天吧 你说呢 还有 万一这个两点真的暴露了 你就太危险了 我怎么能留你一个人在这儿呢 那秘密机关会不会撤掉 现在情况还不太清楚 至于撤不撤 由组织上来决定 这样 你先回去 我现在就去去 小心别人跟踪你 反正我在去委的身份 也是公开的 这大白天的 他们现在还不看公开怎么样 你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这回是真的关心我了 这才嫌个老婆 欧大明同志 我们是假夫妻 这边就擦这边 就我擦这边 console 来 擦这边擦这边 空就擦在这边 我可以擦这边 躲下 先擦这边 来啦 哪位